请问如何自在往生 这个话过去我母亲也问过师父上人 我妈妈也很希望自在往生 什么叫自在往生啊 欲知实至 生无病苦 心不颠倒 甚至或坐或站 这样往生的叫自在往生 那现在看到自在往生的人很少 我学佛二十年只见到一个人 1998年三月份 在达拉斯佛教会 马玉叶老居士 84岁高龄 在大夫妻里往生 坐着走 基本就是身无病苦 欲知实至 他事先知道 而且他发愿也就是在大夫妻里往生 事先给大家看 坐着走 很安详 穿着海青 我们一百多人 打佛妻的人来送他 当时是悟道法师主妻 那么 为什么念佛人多 往生的人少 而且自在往生的人更少 我母亲就向师父请教如何自在往生 师父回答很简单 说你放下就行 就两个字 放下 如果没有放下 那就不可能自在 甚至可能往生都有问题 放下的越多 你就越自在 放下 不是说等到往生的时候才放下 现在就要放下 放下 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干了 那你就理解错了 该干还得干 但是心上不知足 真的是 什么牵挂都没有 什么愿求都没有 只有一个愿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无论现在的境界是苦是乐 是顺是逆 都不放在心上 都欢喜接受 都是阿弥陀佛给我安排的 绝没有啊 愿天忧人 也绝没有 分别执着 这些忧悲苦恼 都不放下 天天只想着阿弥陀佛 只求早日见佛 早日往生 最快乐的就是念佛 这个人间 再没有比念佛更快乐 听经 读经 就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跟极乐世界在一起 什么苦都没有了 如果你现在还觉得有烦恼 有忧虑 有苦闷 那正是你没放下 你赶紧放下 不放在心上 那些都是梦幻泡影 假的 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把它当真了 你就会有委屈 有不平 甚至有怨恨 那你是自己折磨自己 那叫可怜明哲 把虚妄的境界 当做真实 来折磨自己 你说你可不可怜 所以要想真正觉悟 真放下 就得多听经 听经 还真正用真诚心 你才能听明白 你不用真诚心 经听的再多 也不明白 甚至听成自己的意思 听错了意思了 那么修行也就搞错了 变成盲修下恋 也为自己走的路对 实际上都已经反方向了 你比如说 有的通修 他听听得很精进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看着他是戴着耳机 可能一天有二十个小时都在听 甚至睡觉了 还插着耳朵 这个耳机在听 结果呢 该做的事情 他没有认真做好 在家里 跟家里人的关系也出得很不好 在工作单位 跟领导关系也出不好 同事关系也出不好 自己也很苦闷 为什么学的变成这个样子 说起佛理嘛 他能讲得头头是道 什么都懂 但是就是觉得很苦闷 没有发戏 不能说他不精进 一天到晚都在听经 但是呢 没听懂啊 听错了意思 这是执着法了 执着文字想 执着言说想 没有真正把法的意思 听明白 真听明白了 他一定会做到 没做到 就说明他没听明白 那真正做到的人 一定是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 这菩萨 所在之处都能令众生欢喜 做什么工作都做得很有头绪 而且做得很好 所以听经 不能个光是求数量 要种质量 有时候听的太多了 成天到晚 都拿着耳机封着耳朵 可能呢 还挺麻木 就变成一个佛呆子了 越学越呆 到最后呢 人家见到他都觉得很讨厌 佛呆子 没人喜欢他 所以这种人 就要多在行门上 下功夫 不能种在解门上 解门已经到了一定程度 上不去了 这是瓶颈 因为他只中解不中行 解门也是只中在文字上 只中在言说上 没有真实体会到 经的真实义 为什么呢 没有立行嘛 没去落实嘛 所以就要把经教 也可以先放下 去思考思考 我怎么样落实 孔子都说呀 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光在拼命的 去听经 往耳朵里输入 他没有去撕 就没有消化 所以他会迷茫 网就是迷茫 茫然 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要认真地去思考 我怎样落实 从哪里思考起呢 思考 我到底有哪些毛病稀奇 反省 反省间谍 先从弟子柜做起 拿弟子柜来看看 父母呼应勿还 我做到没有 父母命行勿揽 我做到没有 这一条条来对照 都没做到了 那听了是白听 第四规 感应篇 十三夜道 这是行门 不能忽略 行比解还要重要 佛法重视行 我今可以不用听那么多 但是我都做到了 这个比听的再多 做不到也强百倍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